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 今天过来回收一台特别老的冰箱 给大家看看这个冰箱 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坏 这个冰箱 可能老的微信工人遇见过 长陵的牌子 218L升的 那个时候还是R22的制冷机 这个冰箱略先使用 屋服就是13C的制冷机 环保的 不过现在13C的也被淘汰了 这个冰箱内漏了 现在就保鲜 有这么一段结冰 然后冷冻 和保鲜下面都没有霜 这种老冰箱毛细管是在保鲜进行喷发的 和老孩儿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缺制冷机以后 喷发这个地方温度特别低 然后下面就没有温度了 内漏 所以这么老的冰箱没有修的价值 二十年了,够意思了 不过这个冰箱做工还是特别好的 这么多年了 这个抽屉 它是挑白挑白的 一点都没有损坏啊 这个是里边的管道啊 别以为这个管是铜管的 其实是铁管的 外边是镀的 镀芯的 所以说这个冰箱啊 不一定铜管就难用啊 铁管照样难用 就是看你做工好不好 管的厚度和这个镀芯的效果啊 西非冰箱大家都知道 都是用铁管的 但是一般十五年不会漏 漏也是用到十五年以后 而且都是漏保鲜 冷冻一般不会漏 但是用铜管的也这样漏 这个就看做工好不好了 这个管这么多年了 冷冻的管还是增量增量的 所以 这个做工是特别好的 现在是找不着这种做工的 如果冰箱都二十年不坏啊 厂家就可惜北方了 漏浮的最明显特征 从保鲜下来以后啊 霜夹到这个地方 这都一点没有了 上面也没有了 制冷剂最少缺一半了 都霜到这就完事了 它这个冷媒是13C的 即使加幅也用不多长时间 必须换管了 换管就没啥意思了 太老了 现在把这个冰箱回收回来了 从五楼扛下去 太重了 拿不动 所以我决定啊 先把压缩机给它拆下来 现在咱们看看冰箱后面 这个压缩机 大圆球状的 全同压缩机 而且重量特别重 高压管啊 全铁的 上面拍了一层漆 全锈了 但是里边没事 这管壁特别厚 没有一点铜管可以说 就这个回气管 这一段是铜的 不过就 这样还能用20年 这种冰箱已经特别少见了 它这个压缩机这个地方 还带了个电容 启动电容 方形的 这个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是圆形的电容 整个方形的 这个结水盆也是铝合金的 结水盆 像现在出的冰箱都是塑料的 时间长了以后塑料老化了 清晨一掰就碎了 这个铝合金的很结实 用螺丝固定上了 所以以前用料特别充足 这也就导致了厂家 没有活干 所以就倒闭了 现在几乎又见不到 这个品牌的冰箱了 没办法就是这个样 要不现在的冰箱 或者是空调 过保休息就坏 是有原因的 质量太好了 工人就没活干了 一会就把压缩机拆下来 要不我还拿它也费劲了 因为这个压缩机是铜的 回去可以改个打气瓣 比较好用 即使卖费品也能卖好几十 这个管 管壁特别厚 卡不动啊 里边还有点气 但是不多了 现在冰箱的压缩机 已经拆下来了 拆完以后就好抬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走廊 也特别窄 拐弯拐不过来 所以这么拆下来以后 抬就方便多了 等着回去再找一个 坏的压缩机换上去 卖费品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